慈济海外培训志工 11月开始陆续回台湾 接受证言上人受证 马来西亚慈济新山之会 首次举办了准慈程委员共事营 行前定龄 希望大家回台湾都能够收获买卖 共修37祝道品演练首语 马来西亚慈济新山之会 首次举办准慈程委员共事营 99位来自新山 世姑来 古来 笨真和八珠八霞 11月即将到台湾受证的学员中 有8对式夫妻 除了欢喜也建立共同目标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想说 今天我应该不会后悔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要 理想让我们再一个正当 需要我们回来做我们发愿 希望我们可以建议许多很多的家长进来往人文学校 让人文学校的爱和杀的种子这种社区的营养 这是开放结果 我将有一个机会呢 跟我家的师姐 李贵宁呢 一起回台湾镇见上人 回去我心灵互乡 这个呢 我想到就好比我当初跟他结婚这样 适应两天营队的作息以及课程步调 对于台湾五天的循根精进研习 就能够快速融入 承担慈祭式 大家准备好了 大爱新闻真上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导 大爱新闻